我们再来说一部大伙的特感兴趣的电影啊 《变形金刚4》马上就要上映了 啊 是不是 是开拍了 不是看你的大喘气 让我这《变形金刚》迷惑 这心情瞬间从天堂就掉到了水泥地上 我跟你说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话说《变形金刚4》投资总计是两亿美元 目前呢已经率先在美国开机了 最让中国影迷们惊喜的是 导演麦克尔贝决定 这次拍摄的三分之一场景将在中国地区拍 你看看 我就发现啊 就现在的好莱坞导演是越来越有眼光了 想想咱们中国啊 能做场景的地方多多呀 不过呢 也别总选什么这个长城啊 故宫什么的 就有点俗误跟你说啊 你这想法倒和这导演想一块去了 他也说了 这次将会避开之前那些标志性的建筑 选择另外几个中国独有的场景 不过具体地点嘛 暂时保密 这个我理解 就一般宣传电影的时候啊 导演们呢都是一边藏着椰掌 一边还得显摇着 生怕咱影迷啊知道的太多 又怕咱们知道的不多 不过呢 对于影迷来说 最关心的还是主角 汽车人霸天虎的这个造型 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公布啊 他别说啊 汽车人的造型是公开了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图片 晴天柱周身重新配上了这个火焰的图案 如同一团正在高速飞车的熊熊烈火 威风凛凛啊 大黄蜂呢则是彻底改变了一下车型 大秀复古风 这是大黄蜂啊 我就发现这大黄蜂的改变是很颠覆啊 你看以前是一副非常强引的派头 现在变成了老爷车子造型了 你说这是不是说明经过多次摩担 大黄蜂也成长了呢 你这想法倒是有一定道理 另外因为有中国拍摄的场景 所以影片里会设置几个中国演员的角色 其中李冰冰的角色是已经定了 他饰演一位生产制造变形金刚公司的CEO 另外还有四个位置是虚席以待 你来猜猜这都有谁参加竞争了呢 这个猜不猜出来 你看要是这个斯文型的 你看还是猛男型的呀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要这个猛男型的话 对不对 你看我 电影里两个型都要 不过你肯定是搭不上边 怎么呢 我看有消息说了 赵雅芝的儿子黄凯杰 还有这个影星何润东 还有颜宽的都报名参加了 哎呦赵雅芝 帅吧 他儿子还是第一次听说 看这图片啊 有没有竞争力 你看看这小伙子 是不是特别帅吧 不过呢 能不能拔到这个头筹 就要看演技 还要看这运气 对不对 他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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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好